在巴黎凯旋门挂起巨斧的法国国旗 庆祝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利 法国调集纪兵以及重机车队 护送总统马克宏到无名战事墓献上花圈 还点起火炬悼念为国捐躯的将士 即便另一个二战战败国 政府首脑人物公开谈话也充满省思 只是二战结束七十七周年 欧洲却笼罩在乌俄战争的炮火当中 在乌东卢干斯克 俄军空袭所当地学校 至少两人死于费命 眼看战争迈入长期化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发表激昂的二战胜利日演说 他强调邪恶回来了 尽管样貌不同 口号不同 但同样都是以侵略为目的 贝泽伦斯基指为邪恶的冤手 俄国首都莫斯科却是另一种心情 七十七年前的五月九号 是他们战胜纳粹的大日子 但今年五月九号 却是深陷乌克兰战争尼诺 经济遭欧美制裁 民生压力山大 俄罗斯总统普丁要举办战胜日阅兵典礼 比较及2005年同一天活动 当时五十多国元首出席 连小布希总统都过来为普丁捧场 今年红场阅兵 普丁却只能孤家寡人 自己关起门来造势 从与西方和解走向与西方对决 现在的普丁再也没有往年的意气风发 而是趋近纳粹的一个存在 华日新闻无线常编译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